当两个国家关系剑拔弩张、尖锐对立的时候,如果一方想求和,往往是从低级到高级让人员逐步释放缓和信号。 对外放风、缓和的人员也从民间媒体、政府边缘人逐步向政府高官升级。 过去几个月,美国无论是国务卿布林肯还是裁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等都释放过希望对华沟通、缓和双方关系的公开信号。 可是每次我国都已不能为了谈而谈,美方必须释放足够的沟通诚意这样强硬的回应对回去,所以全世界都知道美国部长和国务卿嘴里的缓和靠不住。 可是当下的美国处在债务上限即将爆雷的最后十天,国内通胀势头重新抬头,下个月银行危机却逼得不敢降息了。 多重危机叠加,拜登政府必须要让世界相信,不管美国处在多么糟糕的悬崖边缘,至少和中国马上就要缓和了。 在美国国务卿和部长们都言而无信之后,昨天,拜登在接受全球媒体采访时,主动声称,中美两国短期内很快就会缓和。 让一国总统主动出面说和另一国关系即将缓和,拜登的恳求意味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何况他话里还有很快题词,可见他不仅恳求缓和,还哀求能不能快一点。 拜登当着全世界媒体宣布美国要和中国尽快缓和关系,难道因为他是亲华好总统,主动为两国人民谋福祉? 当然不是,这是因为我国近几个月润物系无声的散招,将拜登逼到主动服软,尽快求和的境地。 第一招,美债有买有卖。 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鼓动国内恨国党,努力在国内国外各大平台宣传中国三月主动增购200亿美国国债的事。 恨国党在国内网络不断放大这一个月的买入操作,就是想给老百姓灌输一个错误认知,咱们三月份购买美国国债,就是认怂投降了。 这些恨国党发的一般都是短篇小作文或者标题党,就拿着200亿美债说事。 他们以篇幅不够知名,故意掠去了我国过去几十个月持续减持美债的系统操作。 在最高峰时期,我国曾经持有美债超过1.2万亿,如今持有美债8000多亿。 在过去几年,长达几十个月的持续操作里,我们卖出了3000多亿美债。 那么是不是每个月都卖出,一路减持,以表现和美国彻底脱钩撕破脸呢? 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将我国过去几十个月的美债操作拉长来看, 会发现我们每年减持美债1000亿美元左右的趋势几年来都没变。 可是,美债买卖是每月进行的高频操作,因此在没有快速割肉套现的前提下, 当然是卖四五个月,再买一两个月,再卖四五个月这样游买游卖。 因此,整个看我们过去四年的趋势,就是抛美债,抛了几千亿。 在这几十个月里,有几个月增持一两百亿很正常, 美国却把这正常信号宣传得好像就是主一样, 可见美国对美债危机多么敏感而脆弱。 我国过去几个月对美债的有买有卖, 也展现了我国对这个美国死穴的拿捏能力。 只要美国现阶段还没准备好脱钩,还没准备好经济崩盘, 就要在咱们的拿捏中服软。 第二招,对美官员有据有鉴。 当今的美国政府利益成分复杂, 在对华关系上强硬派、脱钩派、缓和派、合作派都有。 不同官员对待我国几分打压, 几分合作的比例尺度也不一样。 拜登政府里面过去两年多, 不同派系的话语权经常变化, 因此我们就见到了元首共识无法落实的近乎失能的美国政府。 面对成分复杂的一伙敌人, 咱们老祖宗早就有智慧传下来, 那就是拉一派打一派, 更直白地说就是朋友来了有好久, 豺狼来了有猎枪。 我国的这一外交策略, 在过去几个月对待美国不同官员时, 应用得非常巧妙。 中美这一轮差一点缓和, 却骤然转向对峙与冲突的博弈, 是从国务卿布林肯以气球事件为由, 推迟访华开始的。 虽然布林肯当时找的理由是, 他是想访华谈共识的, 但是共和党议员将气球事件上升到有辱国格的层面, 所以他被迫推迟形成。 不管布林肯是想制造筹码失败, 还是真的迫于共和党压力推迟访华, 至少证明布林肯面对在野党的小挑衅没有改善中美关系的魄力。 既然共和党制造一个气球谣言, 就能吓得你不敢访华, 我们怎么保证和你谈妥的, 不因为共和党其他小阴谋, 你又怂了。 最近几个月, 布林肯多次表示希望继续访华, 咱们都直接拒绝了, 既然当初不敢来, 那现在也不用来了。 拒绝布林肯访华, 在全世界意料之中, 可是我国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却与美国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维也纳深入会谈两天, 会谈时间超过八小时, 震惊全世界。 虽然中美两国会谈的对外公报没体现什么共识, 但是中国肯谈, 而且谈了八小时, 并且双方都愿意将这种会谈方式继续下去, 这就已经让世界看到信号了。 同时, 也是让在我国周边转悠, 可是就是推不开我国国门的布林肯彻底傻眼了。 过去几个月, 美国财长耶伦, 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多次喊话希望访华, 进行部长级磋商, 可是因为耶伦偶尔在对华围堵的问题上放硬化, 我们也是一直拒绝他的访问。 他也只能看着美国债务上限将至, 破产只剩十天干着急。 同时, 我国商务部长却安排了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会谈, 这表示双方在现阶段不会脱钩的背景下, 经济外贸领域还是有的谈的。 面对美国不同官员的求见, 我们有的剑,有的剧,对节奏完全拿捏, 拜登政府只能排着队,求我们。 第三招,军事沟通流悬念。 美国现阶段希望经济,外交,外贸,财政, 军事多领域的部长级谈话全面开启。 其他领域咱们部分开放,部分拒绝, 唯有军事领域,过去半年多时间, 美国防长多次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 哀怨地表示无法打通我国防长电话。 为什么我国防长不与美军接触, 美国自己没点逼数吗? 我国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 当年还是武装部部长的时候, 就被美军无耻的长臂管辖制裁了。 制裁时有多嚣张, 现在求对话就得跪着多唱几遍征服。 拜登政府终于在最近主动对外传话, 说要取消对我国李尚福将军的制裁。 这就是咱们强硬应对得到的效果, 正告美国想一边压迫我们, 制裁我们,一边要我们顺从地表演对话。 你也配,我国没这闲功夫。 如今,美国被逼到总统主动向全球喊话中美快和解的程度, 可见咱们的大国外交大招无声多么成功。